歡迎大家來到我家 大家好 我是半職人妻 終於來到期待已久的Home Tour 我的新屋是一個兩房一廳的二手單位 面積大約五百多呎 上手的業主大概在五年前才裝修一次 所以我們保留上手的廚房和廁所 還有它很漂亮的木紋地磚 為我們的裝修費省了不少 因為不是大裝修 所以我們都沒有找到設計公司 今次是由我一手一腳統籌和設計的 風格方面就用了我認為比較型格和內向的輕工業風 再加上我嚮往已久的智能家居 能夠在兩個月內完成收樓、裝修和入住 今次我真的要給我一點掌聲 今集因為片場的關係 Home Tour就會只介紹客廳的部分 完成了整個Home Tour之後 我亦會回答之前網友問我的問題 所以記得一路看下去 喜歡我這條影片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這個頻道 好了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一於由門口開始Home Tour了 首先由入大門口開始講起 大門門鎖我們換了Locky的智能門鎖 買之前見到它在網上都有多少好評 具備密碼、指紋、拍卡、鎖匙這些功能 密碼用了獨有技術 分三個一組每次不同位置 愛人無法察覺你所輸入的密碼 在這個周圍都是攝錄的年代 就更加安全 指紋Sensor的位置就首 只要錄多幾組指紋 它的命中率都挺高 我自己出入幾乎全部都是用指紋 它還可以設定一次性密碼 或者定時密碼 例如我可以設定一組密碼 只是在逢星期六的上午生效 方便給終點姐姐等等出入你家 不過它也有個小缺點 就是不懂得自動鎖門 每次都要拍一下才能完全鎖到 以及入指紋真的要入很多組才能提升命中率 不知是否我的手指特別乾 我入了三十組才有現在比較理想的命中率 大門進來就是圓關走廊 左邊是廚房 我們沒有在圓關放任何家具 只是安裝了幾個水泥Fill掛鉤 方便平時掛常用的手袋 大門的右手邊有兩組開關 和一個控制面板 我們全屋的燈製都用了Ovivo的智能開關 全部都接駁到一個APP上 這兩組開關除了可以當正常燈鍵使用之外 還可以自訂情景模式 例如我這個鍵設定做Back Home回家情景 按一下便可以一次過開燈、開冷氣、開電視和開窗簾 圓關進來就是一個獅子櫃 集合鞋櫃、儲物、陳列、小酒吧、充電站於一身的多功能櫃 用了黑色配木色的配搭 加上條紙色面 櫃面、色櫃內和底部都加裝了燈帶 增添環境氣氛 長1.8米的櫃桌面用了仿石材色面 右邊放了消毒噴霧和小碟子 用來放置車時和眼鏡等小物件 方便回家時順手放回 中間一個布欄放了零食 原因是我們的習慣 零食一定要放在當眼處 提醒自己還有多少未吃完 不讓自己買太多零食 左邊是一部Net Special咖啡機 對於我這些又懶又想探討咖啡香的門外看 用咖啡膠囊機是最方便 咖啡機旁放了兩個盒 分別裝了咖啡膠囊和奶仔 沖起咖啡上來便十分就手方便 上方有兩個色櫃 一邊是用來放酒類 除了有旅行時買回來紀念的酒 還有我自己釀製的荔枝酒 另一邊放了少少收藏品和裝飾品 自己本身沒有特別收藏嗜好 一個小色櫃已經夠用了 獅子櫃的上方和下方全部都做了儲物櫃 下方有兩格做了鞋櫃 我和葉少也不算多鞋 兩個人用剛剛好 獅子櫃底部特意預留了位置放常用鞋 加了燈光效果令貴身感覺輕盈些 左邊加了電掣位用來做吸塵機械人的充電站 平時我設定了每日指定時間出來掃兩次 掃完他就懂得自己回充電 塵盒大約一星期左右一次 始終因為吸塵機是圓形 所以不能覆蓋到家裡每一個角落 但作為日常打掃我覺得也夠用 右邊特意做了高薪櫃 裏面預留了電掣 專用來放吸塵機充電 掃把、摺椅、遮掃這些高薪雜物 上面這串混亂的電線其實是充電站 專用來幫助小風扇、電動牙刷、藍牙喇叭 這些電子用品充電的地方 平時關好櫃門就不用經常見到電線那麼集亂 C字櫃的對面就是我張書桌 由於葉少讀佔了書房 土地問題我張書桌只能放在廳 為了不想那麼開揚 我也加了條紙屏風隔一隔書桌 平時我就在這裡用一部MacBook Pro 剪片 電腦都是用六年前的Model 收音就用一部Interface 加支電容咪 書桌上做了兩層書架 背面做了滲光效果 上層放了葉少在美國贏的歌唱比賽獎盃 以前家屋沒有位置放獎盃 所以一直沒有拿出來 現在有個專屬位置擺放就最好了 下層就放了少量書和相架 搬屋時斷寫了很多書 現在都盡量提醒自己不要買那麼多回來 然後就到客飯廳的部分 我們改了原本兩盞天花燈做六盞盒子燈 盒子燈相比以前的天花燈 燈光更柔和和覆蓋大 令客廳沒有了天花燈的聚集感 反而就更舒服 而且它可以獨立跟換燈膽 為了節省成本 燈都是在淘寶買的 我們的智能家居設定在燈制上 所以適用於任何燈具 電視場上方加裝了燈槽延伸整個客廳 燈槽的燈我們用了和智能家居同一系統的RGB全彩燈帶 可以配合不同場景設定光度和顏色 例如看電影可以用紫藍色 看波可以用紅色 不過它的缺點就是白燈不夠白 黃燈不夠黃 這點就要取捨了 燈槽的下方就裝了三盞智能射燈 同樣可以因應情景設定黃白色和亮度 電視背景場我們游了宣染效果的水泥灰色 用日本貴組土來打造 獨特的材質令牆身帶有少少原始質感 同時貴組土亦有濕度調節功能 我們試用濕布抹一下就可以立即吸光 不過這種牆也有個缺點就是容易奔發 所以不適用於有小孩的家庭和容易碰撞的場面 電視場這邊我想保持簡潔的感覺 所以盡量不放太多裝飾 就連電視背後的電線我都做了入場電線槽 電視櫃亦都做了電線蓋 將亂七八粗的電線通通隱藏 電視櫃就用了圓角和調子式面 貫徹客廳的整體設計 右邊這個角落是我的小小 spiritual corner 放了一個用來淨化心靈的縱撥 秘魯聖木和我親手做的艾草香塔 至於這兩個盒子是我很多年前 在清邁旅行時買的手信 我覺得頗配這個角落所以就放了 中間這部是新入手的 Samsung Q950 A 11.1.4 的環媒三巴 配合一個低音喇叭和兩個後置喇叭 支援Dulby Atmos 的環媒效果 用來看電影或看 Netflix 時 效果真是超真實 有好幾次我都將電影中的音效 誤當是家中的真實聲音 作為入門家庭影院的音響設備 絕對值得投資 電視櫃左邊連接著窗台 這裏放了 Obie 的 route 和乾花擺設 這個 route 除了沒有舊式 route 的天線 還分了一部主機和一部分機 確保 Wi-Fi 覆蓋家庭每一個角落 對於智能家居的裝置提供穩定的數據支援 旁邊這部是由舊屋搬離的 Marshall Standmore 2 Wi-Fi Speaker 可以當 Google 空用 不過因為我的智能家居 依賴 Obie 本身的平台 所以沒有特別設置在 Google Home 上 而且當有 Samsung 山巴後 它就變得更加雞辣 不過一部 Martial Speaker 的外觀就是完成 就這樣擺在這裡 已經為家居增添環境分 所以平時會用它來聽歌用 窗台旁放了一張照片 作為家中唯一的裝飾畫 我和葉少已經過了會掛結婚照在家裡的蜜月期 取而代之是一幅在新居附近的沙灘所拍的日落照 是我們剛落訂買這個新居 到附近散步時隨手用手機拍的 正好代表我們當時渴望活在當下的心情 窗台我們只放了兩張座墊 主要是用來讓客人到訪時坐的 平時就放了葉少堅持要放在這裡的啞鈴 哎呀死了,我又忘了替它抹塵 窗簾我們用了智能窗簾 除了具備電動窗簾按制開關的功能 亦接駁智能家居的系統 例如晚上睡覺時可以自動關簾 到早上起床又懂得自己開 而且它的馬達是充電的 這樣就可以散卻預先步線的功夫 大約半年才需要充一次電 梳化我們選了芝曼尼的半真皮梳化 相比起現在流行的布梳化 我始終覺得真皮梳化才是最舒服 加上足兩米的加闊雙電膠座位 腳墊可以hold在任何角度 平時我最喜歡就是這樣坐加一張小毛毯 這個姿勢煲劇最棒 梳化的另一邊放了淘寶的小茶機和香噴機 木頭造型和大小正好配合這個空間 不過摸上手其實有少許廉價感 旁邊的小男子會放足底按摩機 按腰機和小毛毯 餐桌放在獅子櫃對面 這個位剛好有個對流窗 打火鍋時最好用來通風 所以我們在這裏下加了一個電鍵 餐桌扣自家居展 長一點二米,四人大小 實木桌腳,簡簡單單一張桌 選它是因為顏色,搭配家裡的整體搭配色 桌面我放了隔熱墊和紙巾 特別塗了四個灰色和啡色的紙巾套用來放秋紙 質感很漂亮,搭配家裡的主色 至於餐椅就在淘寶買的 因為在香港買這種實木餐椅太貴 一張椅子差不多等於一張桌子的錢 幸好今次淘寶無論外觀和用料都很好 而且還是原章送貨不用裝陷 不枉我狠心在淘寶以一個稍貴的價錢入手 還額外付上打木架的錢 好多謝大家看完我的客廳 home tour 上兩條關於搭屋Vlog的影片 有不少網友都在下面留言 我會逐一解答 在解答之前 首先要多謝我這條影片的唯一贊助商 Surfshark VPN 上一次萬例海景酒店的Staycation那條影片 我都介紹過Surfshark VPN 在看Netflix的時候 可以突破地區限制這個好處 情況就好像我們在香港用Netflix 搜尋怪獸與貪門的產地這套電影 因為地區限制在香港就看不到 只要用Surfshark VPN 將地區設定去澳洲 這樣就可以暢通無阻地看這套電影 趁著Black Friday 很多外國網站都會給筍價 給一些指定地區的人士 利用VPN就可以突破地區限制 用近底的價錢購買深水的產品 現在趁著Black Friday Surfshark VPN都有特價 用我這個Promo Code 就可以在低至17折 還額外送多4個月 有興趣的記得按下方的連結 去Surfshark的網站看看 事不宜遲 立即解決網友的問題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我們究竟用了多少錢裝修 介紹一下師傅和裝修公司 我們這間房子的裝修 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包括了全屋的油漆 跟換全屋的房門 拉過一些電鍵、燈鍵等等 以及做燈槽等等 其實我們就用了一間屯門的小店 名叫做信城廚櫃裝修設計 跟我們一路溝通的林小姐都非常之好 一路用WhatsApp溝通 又清晰又有膠帶 最重要是準時起貨 整個工程的費用大概用了10萬元 第二個部分就是訂造傢俬 我們全屋兩房一廳的傢俬都是訂造的 我們找了一間網上口碑幾好的 訂造傢俬公司叫做美心家具 去Facebook裏面有很多他們的傢俬相片 設計全部都很modern 他們在傢俬設計方面非常之有經驗 我們去過他們的辦公室兩次 聊些細節和簡料 他們的設計師都給了很多專業的意見 中間我們一路都有用WhatsApp溝通 去談一些細節 最棒的就是他們可以一天入面 裝陷所有傢俬 真是快靚正 我們全屋兩房一廳訂造傢俬的費用 大約10萬元 第三個部分就是智能家居的部分 我們是在家居展找的 他們專門代理Ovivo這個智能家居系統的品牌 我找他們做了全屋的燈製 三套智能窗簾和智能遙控冷氣系統等等 連工包料包上setup的價錢大約3萬元 他們的服務都很好很細心的 我們有什麼不明白他們都會立即幫我們setup 不過就是要預留多些時間給他們來做setup 另外還有廳的特色牆 我們就用了貴組套 我們選了一間用日本最高級料的公司來做的 這一幅100呎的牆費用大約1萬元 最後整個工程連工包上買料大約28萬左右 這個數字並未計算一些現成的傢俬和電器 第二個問題就是叫我介紹一下我們的清潔公司 似乎大家看完上一條片 對於我們的清潔公司都非常有興趣 我們用一間叫做Good Service的清潔公司 我光顧了它裝修後清潔、除夾存和控蟲的存包服務 費用大約4500元左右 在服務和清潔方面就沒得彈了 非常之好 至於除夾存那方面 我本身家屋的訂造傢俬 是用了低夾存的生態版 可能它本身的夾存也不高 除完之後就更加低了 所以我們做完夾存之後 立即入住也是沒什麼味道的 至於控蟲那方面 在控蟲後隔了兩天 我都看到在屋內有一兩隻蟑螂 我問負責人 其實可能是控蟲之後穀出來的 是否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好 今次的問題就答到這裡 多謝大家看完我這條片 大家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留言告訴我你還有什麼問題想知道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